今天呢我上了托福的综合写作的一个课程 然后呢我现在在这边进行一些总结 这个综合写作啊首先它会给你一篇文章 它会给你三分钟的时间预录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一般是有四个段落的 第一段呢是一个总体 就是写这个文章的一个总论点 然后二三四三段呢分别都是提出一个分论点 一般也经常都是这个就是证明这个总论点的这个三个证据 然后然后这个这个文章呢它的结构呢 大概就是一般这个总分的这种结构 第一段的这个这个这个总分呢 第一段的这个最后一句话一般都是论点 第一段开头一般写先写一个背景引入 然后它最后倒数第一句话或者倒数第二句话 是就是讲它的这个总的论点 然后呢它的二三四段每段的第一句一般都是这个中心句 这一句呢就讲的是这一段的这个总的论句 或者是总的这个分论点 然后我们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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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三分钟之内啊 要首先把这些呃就是总论点和每段特论点都看一遍 然后提出一个关键词把关键词呢 记在这个这个这个操稿纸上 作为一个笔记 然后这三分钟的这个这个固存之后呢 它会放一段那个音频 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教授呢 去这个反驳这个观点 这音频的音频呢 它一定是这个反驳 那个文章中的观点的 它没有什么知识 全部都是反驳 而这个反驳呢 就是就是它它一般也是这种总分结构 也是这种 它音频你看不出它的段落 它就也是这种总分的结构 一个一个总的那个论点 然后三个一个三个这个论据 然后每个论据 每它的总论点肯定是跟原来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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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论点相反的 并且每个论据就是分别对应的对应反对原来的那个论据 就批驳原来的三个论据 所以呢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这个教授的这么一个音频 就是就是直接针对它这个这个文章进行反驳的 这两个是就是细极相关的 而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这么一个内容 然后呢这个这个我们听力的时候呢 还要记笔记 当然也是要记住它这个 它的总论点和一些分论点击 记住这细节 到时候呢就是写作文的时候呢 需要用得到 然后今天呢就是讲这样的一些大概的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流程 然后明天呢再去讲一些怎么去写 然后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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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